哎呀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房车 全车好像都没电了 断电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海湾路在这里 这里看那里看了 没看出来什么名堂 先把这些 不知道是找回事 对收拾一下过来 再仔细检查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那个窗帘拿过去吧 拿到那驾驶室的座位上 对这样好看一点 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开关 还有就是 这下面的这个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我从昨天下午我就在看了 这边这么大的太阳 为什么这个太阳能没有发进去电 是哪里有什么问题 还是 还是找回事 看吧这么大的 太阳根本就没发进去电了 等会我再检查一下 要把这些东西给收拾开 收拾开再来看一下 看 还有酒没点 没有了这里面 把那个户外电源 百克龙给提过来 对 把这个百克龙的户外电源 拿过来这里就 宽敞一点了 宽敞了 这个 这个是那个自拍杆 延伸杆 把这玩意给拧开再看 这玩意给拧开了之后再看看是里面的什么原因 这怎么会 这一下就没电了 这玩意给拧开了 没搞得懂 把这些椅子全部都搞过来了 哪里还有螺丝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 没有螺丝 要把这个掀开才能看 关键是它这个太阳能的控制器是在下面的 对啊 要看了之后才看是太阳能是怎么会没发进去电 你看外面太阳那么大 一点都没发进去 这玩意 到这边呢 修的还不知道找谁修 只有自己修了 实在自己修不了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我来帮你吧 下面看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 黑玩意他说 他爬到太阳能上面去 看一下太阳能 有没有什么问题 线是不是松了 或者什么的 这就上去了 慢点啊 注意安全 哇 你看嘛 这边太阳好大 先把这个太阳能擦一下来 是不是这些线松掉了没有啊 不知道啊 我就是在看啊 反正就是怎么的都发不进去 一点都没发进去 对啊 不正常啊 这个 先给它擦了 来再慢慢检查一下吧 让我到前面 好慢点 下来了 就是这个应该 这个白色的 应该是太阳能控制器是吧 嗯 就他那不亮灯 不知道是控制器坏了 还是啥 反正就是太阳能发不进去电 刚刚我们把机器发动了 它都能冲进去电 但是就是机器熄火了 这个太阳能就发不进去了 不知道是 照理说这个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嗯 它直接这两根线过来 就进着这个控制器 嗯 只有看这玩意有没有电了 把这个线给拆下 我就是说昨天下午我就在看 我说怎么没发进去电 今天我就感觉不对 我说这边西藏这边 你看这么大的太阳 我说怎么会没发进去电 后来我还把这玩意给拆下来 我这是东搞西搞的 他咬的时候把这个开关 你按过去 哦 他用亮一会 他一会就不亮了 就这个 你先用条线把它连起来也行 这找到原因了 就是这个保险的问题 开关 这现在我们在日卡车市去的 等会逛到上面去 看能买到一个不 虽然说买不到同样的 买不到房车专用的 但是能买到一个家用的 拿来将就给用者也行 对不 咱去看一下能买不 我们去买了一个这个 空开 那个坏掉了 买不了 那个同款的 同款的 他专用的 哪里能买得了 对 只有这里买了一个空开 这种是最常见的 到处都能买到 对啊 我从这里面接了一个线 因为这个空开大了 里面装不了 所以说就整来这里安上 这里 又能发进去电了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发进去电了 只有将就这样用着 在哪里能收快递的时候 叫厂家给我们 又一个过来 发一个一模一样的 就把这个给吓掉 对 又把那玩意给伤在里面 对啊 哎呀 这下整了好几个小时 整了一半天 对啊 就这玩意 还好 不是大毛病 是大毛病的话 这 整不了 脑口痛 这出门在外的 其实我觉得咱家 黑玩还是特别不错的 什么都能搞 嘿嘿嘿 哎呀现在就特别高兴了啊